今天的校園是颇为热闹 在台中市国中小科学创业区位竞赛 是国中小学生相当期待的科学竞赛 今年的赛事在乔泰高中登场 而这一次也是以机器人为主题 所以一共是由国中36组 国小33队来参加 而在比赛时间内各队学生 不只是要比机器人的过关速度 造型上也得要大秀创意 有人是设计了超形虫的图案 也有学生是带来绵羊造型的机器人 让紧张的比赛气氛增加了不少的趣味性 参赛选手操作遥控器 机器人缓缓前进 准备到定点将气球弄破 争取高分 14号这天台中市国中小学创业区位竞赛 在乔泰高中登场 主办的大理家长会长协会 希望借此提升学子的科学素养及能力 在动的问题吧 就是操作有问题 然后就是动的时候 他就动力不够大 然后结果就没办法把那个争霸出来 科学七位竞赛 由我们大理学院来承认 乔泰高中协办 感谢我们何立委争取经费 分成两组国中组 我们是以创意爆破 那组为原则 那另外国小组我们是以创意进球组 进球王这样来一个竞赛 希望从小就来杂根 协会表示 这次共有36只国中组 及33对国小组报名参赛 国中组比机器人爆破气球 而国小组则是用机器人推相笔插到定点 同时在机器人造型也比巧思 因此现场可以看到超形虫或是绵羊造型都出炉 相当卡外吸睛 我们用小轮小齿轮转中齿轮 然后让它们它的扭力变大 然后让它更稳定 有时候我们组出来 结果发现材料表上面没有提供这些材料 所以改的时候就会非常难 就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发挥他们的创意 发挥他们的idea 能够把在学校当中所学习到的科学知识 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竞赛里面 能够融会贯通来应用 来把学校所学的知识 能够透过动手做 那经由整个团队的合作 来锻炼问题解决的能力 是非常富有教育意义 迈入第五届的科学创意竞赛 已经成为国中小学生每年都相当期待的赛事 主办单位希望让学生学习分工合作 也能做中学 激发出孩子无限的创意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